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我是洛桑预防医学集团的蔡嘉诚蔡医师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呢 是要教大家怎么吃 可以帮助你预防以及改善神经痛、神经麻的问题哦 让我们一起看下去吧 其实神经痛的问题啊 是我在门诊常常会被病人问到的 其实大家或多或少啊都会有一些 包括说末梢神经的麻 或是有时候会有些刺痛 甚至于有的人他是下肢 在腰的这个地方的这个神经压迫啊 或者是因为糖尿病啊等等原因 导致的这个肢体末梢的这个感觉异常 那我们可以把它处分成两类 第一类呢是所谓的周边神仙异常 另外一类是中枢性的神经异常 周边神经异常很常见 包括刚刚讲到的很多有糖尿病的人呢 他长期血糖控制不好 久了之后神经末梢会产生一些实质上的变化 于是呢就像电视广告一样 那个阿嬷的脚被孙子的轮胎压到 他也都不知道痛 但是呢他平常却会一直感觉到 这种有好像蚂蚁在爬的 然后有针在刺的这种不舒服感觉 这是糖尿病的周边神经病变 那另外呢还有很多人他困扰的是像 带状泡疹就是所谓的胚爪 很多人在这个免疫力下降的时候 得到了带状泡疹 结果身上留下了这个长久的后遗症 就是不定时就会在胚爪发作的这个位置 会一直有这种刺针的这种刺痛感 或者是有像被电到的感觉 那另外还有一类呢是所谓的三叉神经痛 这个也都是因为感染在免疫力下降的时候 会导致颜面部位的这种神经不自主的抽痛的感觉 其实这些都非常的恼人喔 而且目前在医学上啊 其实没有一个非常一劳永逸的根治的方法 大部分都还是要靠病人自己的身体来好好的疗愈 那另外呢除了周边性的神经痛还有中枢性的 像是说有些人他那个脊椎压迫啊 腰啊曾经因为搬重物受伤 或者是因为外伤撞击 导致于他的脊椎啊里面的脊髓啊 受到了这个大的外力的破坏 那脊髓呢就是传导我们周边的感觉 要到大脑的一个必经的途径 那这个途径他受了损坏之后 这个讯号的传递就出现了问题 还有一种是有些人他中风过后 他大脑里面的结构的改变 以至于他会不自主的一直放电 然后一直跟我们周边的神经的感觉 有一些异常 这类的中枢性的神经痛 跟周边性的神经痛呢 我们当然除了说当你有这样的问题 一定要就医然后到医院做做适当的检查 确认您是哪样的问题之外呢 我们平常在家里有哪些饮食方面 可以来帮助我们自己怎么样好好的修复 跟怎么预防他恶化的方式呢 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这一集的主题 第一类就是所谓的这个多元不饱和脂肪酸 Omega 3这类油脂丰富的食物 动物性最好的来源就来自于鱼类 尤其是油脂丰富的我们知道的青鱼啊 鲑鱼啊 或者是说像日本料理店常常可以吃到的 什么烤花鱼啊 秋刀鱼啊 沙丁鱼啊 尽量选择 就是比我们的手臂还要小的 这类的小型但是油脂丰富的鱼 这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都知道鱼油对身体很好 但是呢 吃鱼大家最怕就是那个深海的大鱼 什么重金属的污染对不对 那我们选择这种手臂长度以内的这种小鱼 它呢就能够避免这个重金属在身体的累积 但是呢又能够帮助我们借由这些 丰富的蛋白质以及丰富的这个Omega 3的好油 来去帮助我们身体的神经做更好的修复 大家知道神经是什么做的吗 我们的神经细胞 它呢其实细胞的构成就是这个细胞膜上面的油脂 一个神经细胞它从我们的大脑 就是它的主机在大脑 但是它可以伸出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强的触手 我们叫做突触的这个部位 然后一直延伸到我们的周边的细胞哦 所以说这个突触那么的长 它上面会包裹着所谓的这个绝缘性的这个细胞 就像我们电线一样啊 一个电线呢要把电从这边传到 从台北传到高雄 那这个电在中间讯号会减弱啊 那它就必须要靠这个电线的绝缘的皮把它包住 才能够让这个讯号传递不会有问题 所以很多人它其实并不一定是这个神经本体受到损害 它可能是这个传递的途径上面的这个绝缘体受到了损害 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些好的油的最大作用 就是去修补神经上面这个绝缘体 所以说如果您是就是一般正常没有吃素的一般饮食者 然后建议你每天至少给自己两份的这个手掌大的这个丰富油脂的鱼类 当做您的蛋白质来源 那如果说您是素食者的话 就会建议你改用植物性像是奇亚籽 还有像是我们说的这个亚麻仁 这类的Omega3丰富的这些植物性的种子 来去补充你身体的这个Omega3的来源 帮助你的神经做好这个绝缘的保护电线 再来就是全骨类的五骨杂粮 我们现代人其实大部分我们吃到的这个淀粉的来源 都是一些精致的面粉啊 甚至我们吃到全麦面粉的机会也非常的低 我们吃的饭大部分都是白米饭 那我们吃的面条大部分都是白面条 那像这类的东西呢 它的优点是好消化好吸收 但是它里面缺乏了这个古物种子 大自然送给我们最宝贵最宝贵的礼物 也就是肿皮上面的种种的抗氧化物质 以及丰富的矿物质 你知道吗 一个白米啊 如果说它磨掉外面的种皮 从糙米磨掉变成培芽米 再把培芽去掉变成白米 中间会损失多少多少的营养物质吗 它里面的像维生素B6啊 胭碱酸等等这些很重要 修补我们神经的这些维生素B群 至少会损失七成以上 所以说呢 你一样是要吃饭 一样是要吃面 我们尽可能让自己多吃这种全古物的丰富的来源 来去让我们的神经能够有满满的电力 所以呢 全古物啊 请大家一定要不管怎么样 养成吃这类食物的好习惯 那但是有的人会说那个硬邦邦的啊 然后咬了又很粗啊 其实它只要经过适当的烹调 就是你要煮之前啊 最好是把它就是用冷水泡在冰箱里面 至少泡12到18个小时 再下去烹煮 其实那个饭是非常香非常Q的哦 请你一定要试试看 第三类呢 就是我们植物性的来源 要尽量多吃深绿色的蔬菜 以及黄色和红色的蔬菜 简称黄绿红啊 黄绿红不是只有在M字家的素食店才黄绿红 我们吃蔬菜也要助力黄绿红 为什么呢 绿色的蔬菜好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芥兰菜啊 我们说的这个油菜啊 我们说的这个鱼衣橄榄菜有丰富的维生素K 那红色的蔬菜里面呢 它会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啊 那黄色蔬菜里面会有丰富的叶黄素 而且这些蔬菜里面呢 它其实像维生素A啊维生素C啊等等 它的风素是非常非常的丰富 它也有很多植物性的好的油脂 像刚刚讲到的你不吃鱼的话呢 我们可以吃这一类蔬菜来补充身体的这个亚麻油酸 这些东西呢 它有什么好处 这些都是我们神经细胞 每天每天大量消耗的营养来源 你知道吗 如果说你平常没有养成吃青菜 吃新鲜蔬菜的习惯 长久下来你的神经 它就一直存现在一个营养不良的状态 那不只是神经麻木 你可能会觉得你的脑力也一直在衰退 所以说要保护你的神经保护你的身体 记得黄绿红的蔬菜一定要每天都至少 让自己可以吃到两个饭碗以上的蔬菜的量哦 那其实现在的人啊 青菜量尤其像外食足真的很难吃到 像我们刚刚讲到的这种 每天我们神经身体需要的需求 所以其实我们很多客人会来诊所打点滴的部分 我们就是在帮他补充这些身体缺乏的 这些维生素跟矿物质 他们打完点滴之后 其实也都会觉得身体有很明显的改善 那我们刚刚讲说 你其实除了做点滴之外 你平常也要持续的在饮食当中补充 那再来的话咧 就是水果类的东西 那水果大家都很喜欢吃 那在这边建议大家可以多选择 这个紫色的深蓝色的蓝莓啊 葡萄啊 或者是说像桑胜啊 这些的水果 它能够有丰富的花青素 来去帮助我们身体熬和掉这些 不好的这些物质 然后最后呢 就是再建议大家 在你的每天三餐里面呢 你的蛋白质的摄取量一定要够丰富哦 像是蛋、奶、肉、鱼、豆类 这些丰富的蛋白质呢 也是我们神经的这些传导物质 它非常非常重要的成分的来源 我们神经的传导物质 很多都是由氨基酸转化出来的哦 那有些人他可能先天 因为这个身体的消化吸收功能不好 以至于他吃进去的物质 没办法很好的被分解 或是吸收到他的脑部 于是呢 我们也有像针对这种 把蛋白质分解成这个 帮助神经修复的生态类的这个点滴 能够直接用点滴补充的方式 来让这些神经需要 这些蛋白质类的营养成分的这个患者 能够获得一个更直接的帮助 那但是呢 不管怎么样 点滴的东西呢 我们可以当作辅助的治疗 我们还是希望让大家可以建立起 每天在日常生活当中 你的良好的生活习惯来去预防 像神经痛神经麻这些症状的恶化 甚至于预防这些事情的发生 那再来跟大家讲的是 有哪一些是不建议吃的东西 吃了可能会恶化你的神经痛的哦 第一个就是含糖 就是额外添加糖的这些饮料 或者是糕饼类的东西 因为刚刚知道啊周边神经病变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主因 就是来自于糖尿病 那现代人呢 我们吃太多太多外食 基本上多少都会为了口感都会增加糖 甚至我去那个饮料店买一个柠檬汁啊 喝起来哇好好喝哦 一看里面大概加了半杯以上都是糖 很多我们看起来以为健康的东西 所以只要经过加工之后都是潜藏了各种各种 我们不知道的食品添加 以及像这种糖过度的糖造成了身体的危机 所以如果说你有神经方面的问题 那您希望可以预防自己的神经恶化的话 那你糖类含糖的这个饮料 以及含糖的这个加工食品啊 尽量就是不要吃 再来因为我们的神经细胞有非常非常大的比例就是油做的 我们说女人是水做的 但是神经是油做的 所以你一定要注意你制造身体里面的油 是好油还是不好的油 以后养成一个习惯呢 你去买这个食物的时候 尤其是那种有标签的 你转过来看它背后的成分里面呢 如果有氢化啪啪啪啪什么油 所以有反噬脂肪的这些加工食品 爹爹请不要吃 以免伤害你的神经哦 再来第三类的就是高温烧烤类的 因为有一些啊 你以为里面没有反噬脂肪 但是我们买回到家自己烹调过程当中 不自觉不小心 就自己帮它制造了反噬脂肪 所以说如果说食物 有些高油脂的食物 又经过高温的烘培 那甚至于有一些烧焦的这种东西啊 里面的这个变性的油啊 对你的神经也是非常不好的 再来呢 就是酒精 如果说你有神经麻 或是痛的问题 就请您千万千万不要再喝酒了 因为呢 酒精呢 它对神经是会造成永久性的伤害的 如果长期酗酒的人 甚至于会造成一些大脑不肯利的一些退化 所以如果说你有神经 这个方面的这个损伤或是问题 酒精是绝对要禁止的 那所以今天跟大家介绍这几类啊 就是对我们的神经有伤害的东西 请您在每天的饮食当中 也一定要尽量避免哦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怎么吃可以帮助我们的神经 能够获得更健康 让我们的痛麻的问题 能够不要找上我们 那如果说你有其他的这个保健神经的秘方 也欢迎在下面留言区跟我们互动哦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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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